HELLO 聊世紀 天天總科興 大家好我是Liu 今天我們來看 斯拉夫人對賞哥的人 這場比賽還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 綠方是選擇了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帶的特色是 重鐵農鐵的速度特別快速 寶兵的部分有貴族鐵棋可以使用 貴族鐵棋是造價比騎士還要便宜 而且防務率比騎士還要高的騎兵 非常建議有城堡的話 可以出過幾隻來試試看 那斯拉夫人的後期組合 通常都是貴族鐵棋為輔 然後主力為步兵 這個斯拉夫的金冠 王子 王家四重 再加上自己的工程器單位 做一個有主力的 那斯拉夫的工程器也是比較平一點點 所以他後期也是蠻適合 投車、衝車、不能炮這類的打法 那由於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在使用自己的工程器的時候 要注意對方的火炮單位 不然很容易被壓制住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的文明 對手文明是哥德仁 哥德仁的話也是一個步兵文明 那他最大的特色是 這個步兵消耗減免非常的多 那我地龍斯拉有六五折的效果 那哥德仁呢 前期的經濟加成 是這個吃野豬啊 還有這個打獵啊 假設打獵的食物 例如吃這個斑馬 駝鳥之類的 還有這個犀鳥 大象這些都是 都有這個吃持續久一點的效果 那大概實測起來 大概會多個快100肉吧 100肉左右 那哥德仁的玩法 還是比較偏向 前期的工兵或騎兵開局 到地龍斯帶來再去打步兵 的一個情況 那後期也有火槍喔 所以即使對方打步兵 你打不贏的時候 也可以用火槍稍微反制對手 那哥德仁來說 玩法還算是比較 沒有像其他文明那麼硬啊 至少還有火槍可以用 那我覺得哥德仁的玩法 算是需要 開農反擊的一個文明 沒辦法一開始用強軍師喔 就直接打破了 通常是很難用強軍師壓制對手 當然也是有成功的案例 但是那個有點 太因為個人因素 而不是文明的加成 所造成強軍師能打贏 好 那目前看起來 這張地圖 跟一般的阿拉伯 沒什麼兩樣 而且支援點看起來蠻好耶 這哥德仁的金晃還不錯喔 在後面 果子在左方 那要圍的話 就這邊小圍一點點 這邊的話也是可以稍微圍一下 右邊的部分可以直接圍到底 拉一條線過來 這邊呢也是呢 這邊可以直接拉 那來看一下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的話 金框也在後面 哇 兩邊都是屬於前期 比較不好過 後期很舒服的 看起來喔 這個兩邊的地圖平衡是差不多的 近期的天梯的感覺喔 讓我們感覺就是 地圖 都是差不多的 沒有那種太滑這樣爛 太滑這樣好的 一個程度 大家看到這邊 這邊也是很好耶 這邊稍微圍一下 圍一下 這邊稍微圍到底 這邊呢 這邊稍微圍一下 這樣子圍過來 這裡圍過來 或是這邊直接圍到來 圍過來這邊 都可以 但是這樣有點圍太大 那如果這邊要圍大的情況喔 當然也是可以這樣子圍到底會比較好一點喔 但這個是蠻後期的事情 好 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 風靈斯丹兩邊會怎麼打 那個還在吃啦 這個 哥哥的人 還在吃野味 人家都已經吃到最後一隻了 這裡還在吃 哇 這裡拉的比較多村民在吃喔 好 這兩個野駱駝是不能吃的 好 哥哥這邊打出棒棒開局喔 但是 斯拉夫人這邊已經看到對方的棒棒已經出門了 呃 現在看到對方出門時候呢 先趕快在家裡把這個木牆圍起來 對 這個伐木區啊 果子區喔 先圍一下 然後金礦處呢 這裡圍一下 下面這邊也是 稍微用木牆圍一下自己的村民就可以了 待會出來的村民喔 全部去吃這個 犀牛啊 或是民養 趕快吃一吃 然後 待會喔 就不要再出去採支援 哇 結果下方這邊好像沒有空好 直接被殺掉了一村喔 哇 這個有點尷尬了 斯拉夫人 有點被壓制住的感覺 別 好 那聲音的部分我剛剛調整過了一下 我發現有點太大聲了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三隻棒棒 喔 變裝甲步兵了 畫面一切畫就變裝甲步兵了 然後裝甲步兵直接砍木牆的話速度是非常快的 如果一個稍微不注意喔 很容易木牆就被砍穿了 然後工兵這時候要一直按喔 當然工兵也會很危險 因為對方刺猴 這個時間點喔 是可以壓制一隻工兵的 今天可能人要做一下拉打 或是按支槍柄 好 這邊刺猴上前補下傷害 好 好 工兵開始按了出來 好 稍微再反制一下 裝甲步兵上前 後方的工兵也補過來了 那棒棒開局呢 有個細節喔 就是你三隻棒棒按完之後 有175末 馬上再補一個射電場 然後去挖金礦 這個打法算是很有壓制力的 棒棒可能接後面小弓過來 通常對方的流程沒有注意好 很容易就直接原地炸開了 好 這邊用戰毛兵 用毛兵直接去打對方的工兵 然後使用工兵去射對方的裝甲步兵 但是這邊想要先行射掉一隻工兵的關係 所以直接送掉自己的毛兵 好 前期的這邊操作是蠻吃力的 但是有三隻工兵的話 還是可以有效嚇阻對方的裝甲步兵 只要血量掉到這麼一點點 後面突然全出毛兵也沒問題 那薩爾夫這邊有點偷喔 還故意不按這個毛兵去防守 他要被制裁了 他這個不按毛兵 現在才按 好 剩下一隻要硬打 喔 還好 他這邊 沒有補馬舅之類的 好 這邊還是能打贏喔 三隻工兵過來就尷尬了 哎呀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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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BBQ了 但是後面有這個刺猴 還好 刺猴加毛兵 好 繼續追 後面工兵看到也是不敢開射 好 前期的兩邊對打 其實還算不錯的 也發展 好 稍微來看一下兩邊已經開在大圍起來了 好 稍微來看一下兩邊已經開在大圍起來了 還算是蠻正常的 跟跟我說的好像差不多 兩邊的尾法都是一樣的 好 稍微看一下這邊 這邊也是即時尾好 沒有意外的話 兩邊應該就可以這樣順順的 升到了這個城堡時代了 好 稍微來看一下 OK 哥德仁看起來六隻工兵 不會再繼續出了 待會這個 如果工兵還是沒有被削減的話 好 可能會生奴兵喔 哇 剛講完就死了幾隻 工兵了 好 果然不轉 工兵 而是走 騎士路線 那斯拉夫跟哥德仁喔 城堡時代其實都是蠻適合走 騎士路線的 因為本身都是個吃肉文明 所以打騎士線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 工兵想要進去看一下 對方的發展 或是有沒有在嘗一些東西 結果看到裡面什麼都沒有 應該也沒有看到這個城堡中心喔 右邊這個城堡中心偷偷出來蓋 好 那哥德仁這邊是學定雙TC開 然後雙馬咎裡面屯騎士 這邊直接把自己的射箭場給D掉是什麼 奇怪的畫面 妖地也是D房子吧 他直接把射箭場D掉欸 你這麼有自信喔 不用到射箭場了 後面不用出火槍 好 想想後面再補給就沒差吧 好 騎士稍微打一下 兩邊騎士血量消解的蠻多 好 上來直接砍個一波 喔 這個血量掉的很快 兩邊騎士對打打得還不錯 一攻一防都有點 那在騎士護砍情況下 一攻一防先點是蠻划算的選擇 那如果對方是攻兵的話 還是要先優先升二級防 攻擊就其次了 那有升一攻其次的好處 是可以砍村民喔 四刀就死了 沒升攻擊之前要砍五刀 這個是你玩其次的時候 要打對方村民去主要 需要注意一個細節 避免你這樣子砍太多下 導致自己的騷擾效率不太好 喔唷 這邊這個洞 差點鑽進去 終於直接放下生物招降一波 但是沒有招到 薩夫補了更多的騎士出來 哥德這邊則是轉出了一些重裝長槍兵 呃在上上次的改版 重裝長槍兵的價格也變得 升級比較便宜一點 而且速度更快 所以新手們喔 即時遇到對方騎士爆 趕快即時出這個重裝長槍兵 也是很有即時的防守能力的 所以我現在比較偏向於 比較不會一直印出騎士去跟對方硬打 像玩破爛的時候 我還是會轉一些重裝長槍兵 即使帝王世代沒有級兵 這個重裝長槍兵升級下去的 這個CP值還是很高 好這邊稍微看一下 長槍兵直接上來硬 欸你看這邊 哇 這邊騎士有點懊惱 我不知道該不該上線硬打 哇直接戰場逆轉 用一些肉跟木頭 就直接打爆對方的黃金兵 給對方實實在在的壓制 哇這個就是我蠻推薦的 重裝長槍兵前壓的打法 那這個打法可以再配合自己的工程機製造所 例如奴炮啊 投資車 甚至在後面再補下一個升級 直接變成升頭槍兵戰術 這個戰術最難纏的地方是 你的單位是可以壓制對面騎士 對面騎士就沒法參與工程器 那你工程器就可以一直輸出 那如果對方出騎士 要來拆的話 也可以用森林去反制 基本上是封鎖馬國的一個很好的工程方法 那如果遇到會玩的騎兵國的話 可能會馬上轉出戰毛兵啊 或者是轉出工兵喔 甚至也是直接轉槍兵工程器跟你對打 然後點下475 就俗思想去做個反制的 所以這個打法能不能打出一些優勢來 就是也算是蠻看個人的 因為你看長槍兵這樣子硬打進去喔 吃到這個承認中心的傷害也是會有扣血的狀況 而且騷擾效果其實並不是很好 你當作搭配工程器喔 才會有獲得這個大規模的殺傷能力 不然這個重動長槍兵喔 還是出爲一個偏防守的位置的單位 那還是要靠自己的騎士啊 或者是其他的工程器械喔 去造成更大的傷害才可以喔 那斯拉夫這邊已經著實有點太偷了喔 他這邊只用少量的生女加上承認中心的血防 這邊可以招到一隻滿血騎士嗎 哎呀沒有招到 尷尬了 這個RNG喔 招降時間有時候短有時候長 讓這個斯拉夫人損失慘重 要是能招到這隻騎士的話 那個滿血騎士直接反擊應該可以一打散喔 加上承認中心的傷害 好 這邊重裝長槍兵直接印出了進去 哥德這邊直接前線蓋起了城堡 哇 這裡到處都有漏洞 哥德打出了一波優勢出來 村民開始反超 89村對少92村 喔 這個打法我覺得還不錯 在前線再蓋一個城堡 直接插你資源點 直接控你農田 跟這個城鎮中心喔 就可以讓對方受到點傷害了 好 裡面騎士終於搞定了 開始可以防守了 那在這次的改版中 斯拉夫的生女移動速度 增加20% 那在競技場有一個不錯的 減生物的效果 在一般的阿拉伯地圖也是喔 移動速度更快一點 但他同時喔 也失去了宗教皇樂 所以他也不是說可以跑得更快一點嘛 就是原本就給他免費送跑速了 他這個勝率跑速8.4 好 來看一下這邊 這個交換 好 換到了一村 目前哥德爾想要 慌慌打雙線 那斯拉夫人這邊很大膽 直接把村民拉出去挖礦 他應該覺得 可能哥德爾人不會往下走 要是哥德爾衛隊往下走 看一下這邊的牆壁 應該就會傻眼 直接爆抓一波 可能這邊還要再補一個城鎮中心會比較好 保護村民用的 好 哥德爾衛隊還沒有開始按 這邊還在補二房 你要準備城堡打帝王 完蛋囉 BBQ囉 但是斯拉夫人這邊還沒有開始出兵喔 太拖了吧 他會點神聖思想 只用生女想防守 太硬了太硬了 哥德爾步兵很便宜喔 一隻安一隻爽 好 這邊騎士抓生理預波 哇靠 居然只遭到一隻騎士 這個 哥德爾人 打得還不錯啊 哇靠 他的騎士怎麼看起來完全像條盾啊 怎麼有抗招想能力的感覺 怎麼招都招不到 斯拉夫這邊一定就很納悶 WTF 我又有這麼衰嗎 對 你就是這麼衰 玩生女其實有點靠賽了 這個招想時間是 不是固定的 有點這個 隨機成分在裡面的 我們俗稱的RNG 就在講這個 好 那由於這波騎士擋不下來 陳寶再次插了進來 這個陳寶又要爆掉了 趕快補一棟陳寶 在家裡下面喔 待會才能做一個防守 哇這邊又沒為好 騎士又再過來砍個一波 真的是 太痛苦力 怎麼辦呢 斯拉夫人被衝爆 聰明差距已經打出了32寸距離 親旗兵 互相傷害一下 OK 終於來到了帝王時代 斯拉夫人點動 等到了帝王了 可以趕快出這個軍情投司機 哇這邊先點一下印刷技術 直接打一個 聖旅報 不跟你打 正面單位嗎 哇 哥德爾還在直接在前線伐木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直接前線 靠他金了 先拖挖他的金比較重要 即使我現在不缺金喔 也要把他的金 轉換其他支援 消耗他的金礦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能是沒有看到 因為我們是上帝視角 所以他可能不到左邊很快金礦 但他應該知道這邊是我金礦的 所以這個就是 單純反應喔 看到什麼就挖什麼 好 哥德爾這邊補下了無政府狀態 待會要來補下更多的軍營 有無政府狀態之後呢 這邊補軍營 就可以產出更多的哥德爾衛隊喔 那哥德爾衛隊呢 本身是高遠防營單位喔 但是很害怕近戰單位 所以斯拉夫人喔 有城堡的話 除些貴獨鐵器喔 是可以很好壓制 對方的哥德爾衛隊的 甚至自己在轉出自己的王家四重 還有這個雙手劍兵 甚至這個劍兵勇士 都可以很有效的 克制對方的哥德爾衛隊 那哥德爾人如果對方出 這個劍兵勇士的話 自己轉出火槍喔 就可以順利的壓制回去 因為哥德爾本身出劍兵勇士 是打不贏對方的劍兵勇士的 因為他沒有三防的關係喔 所以防御力上來說會弱一點點 而且也沒有軟甲技術喔 但斯拉夫人有 總總而言喔 斯拉夫人的劍兵勇士喔 其實是蠻強的 甚至比哥德爾衛還要強 好 這邊還吃到一些城堡傷害 帝龍斯大還有一分多鐘 這邊可能要囤一波哥德爾衛隊 然後直接去硬拆喔 對方的這個巨層投擲機 好 現在肉不太夠喔 有點爆木頭 哥德爾這邊很勉強的在進攻 好這波殺進來 僧侶要先砍嗎 對啊先砍僧侶嘛 僧侶先砍一砍 巨層投擲機先不拆 哇 所以被砍到三隻 哥德爾這邊損失了黃金素 絕對是優少於這個 生女的數量的 但對方有遭響 算是補陣了一點虧損 好巨層投C 三台出來 三巨層投 就能搞定一切 這是我們 影片裡常講到的 哇靠 這個 這裡收剩也是慢收了一點的損失 有點慘重 好城鎮中心 在家裡 應該是能擋下來吧 這個應該是可以擋下 這個城堡 這是城鎮中心 講錯講錯 好 斯拉夫人 輕騎兵上前追擊 這邊看到家裡農田其實還沒有很多 斯拉夫人可能覺得他自己有希望 轉出了步兵科技 哥德爾這邊經濟其實沒有到非常好 這邊如果要打哥德爾步兵爆的話 至少要到60片田以上 48片田還是太少 沒辦法持續讓他一直按這個步兵 你看這個步兵就是且按且珍惜 一直一直蹲蹲蹲蹲的在按 這樣其實對步兵 哥德爾的爆步兵的速度不太好 好 果然轉出一些貴族鐵齊 貴族鐵齊的基本防禦是五防 哥德爾衛隊現在是16攻 哇打一下還有11滴 哈米升精銳 如果大概升精銳的話 貴族鐵齊防禦會再多加4 坦度就完全不一樣 好 這邊哥德爾人 直接被招走太多哥德爾衛隊的關係 直接被自家的哥德爾衛隊給打了回去 但 雙雙劍兵也準備要升上去了嗎 差一點黃金 OK可以按了 剛剛黃金應該是夠了 好 那 常見兵趕快按 常見兵按了 好 井噴也按下去 井噴一岩方好 哥德爾人的軍營 生產單位速度提升100% 稍微來看一下這一波 哥德爾人會怎麼打 這位我一點好奇 好 左邊這位黃金斯拉夫人蓋一棟城堡 然後把金黃給控住 這樣他的命脈就可以繼續延續下去了 好 這裡少量騎士持續騷擾 配上哥德爾衛隊直接爆砍一波 果然下放村民喔 蓋城堡中心也是被弄爆啦 經濟其實一直不是很好 哇靠 這麼多的雙手劍兵已經開始噴了出來 哥德爾人這邊 預防性的按下了化學 隨時可以轉出自己的火槍兵 這是預判你的預判 那要補下劍兵勇士嗎 現在可以點 哇果然點了 現在可以點他真的就點了 OK 有劍兵勇士 哥德爾人在這個時間點 是可以有效壓制斯拉夫人 因為現在斯拉夫人還沒有點下王家四重 沒有王家四重的話 應該是打不太贏 哥德爾人的 現在哥德爾人有這個步兵爆的優勢 好 劍兵勇士動升級上去 攻擊力13加4 17攻 看防禦已經到頂了 防禦只有三防 雙防各三 有點害怕對方的貴族鐵騎 補下了更多的建築的研發 建築學也補下 開始要來打一個陣地防守 但現在這個情況下繼續 緊噴自己的雙手劍兵 也不是不好 而且你看這邊對打 哥德爾人其實知道對方沒有點王家四重 所以這邊只要繼續噴 劍兵勇士 後面再補一些少量的火槍 就可以壓制回去了 等一下這樣換下來 其實他是虧的 斯拉夫人是虧的 沒有王家四重 打擊效率太差 那哥德爾人用這個資源去交換 其實划算的選擇 反正我就是便宜嘛 一直按一直爽 好 哥德爾人的龍田數量中來到63片田 待會再補下10片田 或是再20片田 80片田 直接按到爽 不會停了 這個步兵就不會停了 好 這邊對打 看起來還不錯 但是斯拉夫人居然沒有點下三攻 哇 開始被壓了回去 哥德爾人的三攻 還是有殺傷力的 斯拉夫人經濟有點慘 為了按出更多的劍兵勇士來防守 自己的王家四重 看起來是沒機會可以點下囉 而且他也沒有火槍可以打 斯拉夫現在有點頭痛 要不要按少量的弩炮 去壓制對手 是個選擇 哥德爾這邊按下大陸 哇靠 這個哥德爾大陸馬 是沒有那麼常見的 烟影沒有三防 跟這個步兵一樣 但我覺得哥德爾人確實 適量的 去按一些大陸馬 也是不錯的選擇 這個機動性來說 去拆對方的工程器械 是蠻好用的一個單位 這個大陸馬 因為步兵不肯跑那麼快 利用大陸馬的話 其實很快可以到後排 而且同樣也是吃肉 所以轉大陸馬 我覺得哥德爾人也沒什麼問題 這個大陸馬 直衝後排 砍生旅 打得不錯 還砍到兩隻 八十樓換兩百斤 好 哥德爾人這邊直接上前 想要硬拆橘銀頭司機 應該可以順利拆掉兩台以上 OK 再一刀收掉第三台也拿下 當然收掉三台巨頭代價是損失了 自己的一團軍團 這個軍團直接被壓了回去 砂夫人補下三弓 這邊在嘗試點下自己的 王家四重 但資源量還不夠 黃金還是很缺乏 上面的黃金已經挖完了 這塊黃金也被拖了回去 這邊可能只能靠買賣一波 才可以點下王家四重 好 修道院裡面只有一個聖物 不止了 兩個聖物 好 勉強點下王家四重 這一波單位能夠壓回去嗎 哥德爾這邊直接展開陣型 正面硬拖 哇 這一波哥德爾被包了下來 王家四重研發好 好 開始擴散傷害了 傷害開始可怕的起來 後方兩台聖女頭司機 先拆修道院 把聖物先打出來 先阻止對方生成黃金 現在完全斷經的情況下 斯拉夫還是硬按了一堆 劍兵勇士出來 好 這一波交換 看一下這波擴散傷害 確實把哥德爾的單位打到非常慘 但哥德爾的傷害也是殺毀了一些些 雖然斯拉夫有損失一些單位 但哥德爾的這邊交換起來是相當省的 但支援還有破千的量 黃金掩飾 這邊再繼續交換消去 斯拉夫人可能會被消耗殆盡的 這邊已經被消耗一半了 這個劍兵勇士 好 這邊再繼續打 哇 這個直接硬撞上去嗎 完蛋了 這個撞城堡可能要損失殘重了 斯拉夫人三級防現在補下 但城堡也已經爆開來了 黃金量還足夠 繼續噴劍兵勇士嗎 農田可能也開始漸漸不夠了 劍兵勇士 打鐵撐熱 繼續補上 後方城堡 哇 沒救啦 阿啾啾 哥德爾的井噴太狠了 一直暗一直爽 黃金還很省 好啦 沒了 斯拉夫沒了 沒黃金了 他最後一波就這樣子了 三台巨頭 拆城堡 輕輕鬆鬆 拿下 沒有問題 咚 沙拉夫人 沒有黃金 只能按村民 打出了 GG 哇 應該這個步兵數量 197對上345 哥德爾將近是贏了快到1.5倍的這個數量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 木頭、食物、黃金 好 拿下了 勝利了 石頭部分則是贏了快200 那斯拉夫人算是 哦 總共有四生物 其實蠻多的 難怪他後期可以這樣繼續狗 他可能覺得如果這一波狗下來 如果對方沒黃金的話 還可以用這個聖物來擋 但殊不知 哥德爾其實太省了 他就算要用聖物擋 可能還可以 哥德爾還可以再繼續抱 哥德威隊 或者是劍兵勇士 再噴個30分鐘 或20分鐘 應該也沒問題吧 這裡黃金可以再繼續挖 那外面的野礦也全部都被他挖走了 這個能持續支援效果是很久了 後面還低穿了 而且哥德爾最高人口 算是210人口 再這樣繼續打他去 對斯拉夫人 還有這個人口上的一個劣勢 其實對於斯拉夫人打到後期 想用這個能力 其實有點困難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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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一會兒 再見 下次見 下次見